结巴又怎样 你好我是德星超慢的八弟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看 永远的君主第九集 太乙和李滚去真会的弟子 但弟子是一个空地 李滚现在确信 真会和李林是一伙的 但李滚仍然很高兴 能和太乙来一场小旅行 太乙转换话题 问了李滚和李林是如何穿越的 但不知为何 李滚就是不告诉太乙 在大汉帝国 瑞连他妈带给他一些配菜 瑞连再次向他询问起报纸的事 但他妈坚持说 他没有寄过任何报纸 他妈提起李林 他妈解释了 那个来拿伞的人 长得很像李林 但瑞连告诫他 不要散播关于叛徒的谣言 这可能会伤害瑞连的政治生涯 当瑞连独自一人时 瑞连把那份奇怪的报纸 从包包里拿出来 看起来很害怕 后面回到辛宅闯入李滚的酒店房间 他回忆起小时候在大汉帝国 他妈妈把他丢在街上 保证他会回来的 那时辛宅在新闻上看到小李滚的时候 在李滚告诉辛宅 他是辛宅的国王后 他问辛宅还记得什么 李滚觉得辛宅可以帮他 找到他要找的东西 但辛宅还没准备好面对这一切 辛宅在外面等待太乙 他告诉太乙 认识一个不是阿谢的阿谢 太乙问他知道多少 辛宅把他的问题抛回给太乙 并指责他是否只相信那个混蛋告诉他的一切 他已毫不怀疑地承认他相信离滚 他已答应会解释整件事 但辛宅气匆匆地走掉了 辛宅回到他的老房子 回想起在大汉帝国的那天 李林走进小辛宅 答应帮助他找他妈妈 接下来小辛宅从昏迷中醒来 队员们都为阿谢庆祝成功结束他的兵役 但辛宅没有出现 也没有回答太乙的短信 时间停顿了 当然只有李滚在他的酒店房间发现 至于李林 他的得力助手告知他 有警察去了疗养院 室友谋杀了某人 餐厅老板失踪了 在大汉帝国 瑞连发现他的顾问在办公室里等着 他们两人讨论事务 他提到了崔主席想见他 瑞连同意那天晚上去见崔主席 在李滚回忆起饰饮件上的文字时 李滚手上的2G手机响了 李滚对电话说起了饰饮件上的文字 李林在电话的另一头听着 李滚告诉李林最好躲起来 因为现在他知道李林在大汉民国 他们跟着戏剧般的毁掉他们的手机 瑞连探望了在狱中的前夫崔主席 崔主席评论瑞连 死缠烂打的缠着李滚 崔主席想知道 瑞连现在是否真的只是想当王后 到目前为止 瑞连已经实现了所有的目标 现在她想成为一个 没有任期限制的王后 崔主席惊叹于瑞连的野心 但瑞连声称 她总是对她自己的贪婪和野心直言不悔 在瑞连离开前 她递给崔主席装有报纸的信封 要求崔主席找出25年前 去参与了叛国 她也一边打广告 一边与李滚约会 她也给了李滚李尚德的案卷 认为这件事只能在李滚的世界解决 李滚承认这个人是在宫殿马房的工人之一 李滚说 她将带阿谢一起去大汉帝国 把曹影留在大汉民国 在大汉帝国 南一派警卫在竹林里与李滚会面 李滚带着餐厅老板 并命令警卫秘密地把她关起来 在更衣室里阿谢照着曹影的指示穿上了防弹背心 李滚进入拼命令副队长让人们守住竹林 并逮捕任何试图进入的人 他还要求他去年参加的所有活动的秘录电视 副队长对为什么不把这些任务交给曹影感到困惑 但李滚虚张声势 表示曹影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李滚之后去了马房 命令把李桑德的双身软禁 禁止他联系任何人 在大汉民国 他也听到新仔要休假几周 他很震惊 他也打电话给新仔但没人接 在大汉帝国 阿谢取笑李滚 因为李滚 吹嘘自己能轻易破解曹影电脑的密码 当毛秘书报告瑞联已经到来时 阿谢看起来异常僵硬 各种尴尬 他们将为年终报告彻夜工作 他也去了那里的奶茶店 那里看着曹影正坐在坐前 问太乙阿谢怎么了 太乙假装阿谢完全正常 但那里认为阿谢最近不太帅 太乙告诉曹影 他们应该在酒店见面 一晚就有阿谢和那里的关系 在大汉帝国 阿谢整夜都在尽力地保持清醒 因为李滚和瑞联 梳理着大量的文件 讨论着像国家预算这样的问题 瑞联突然问起太乙 当李滚说太乙已经回到他的生活时 瑞联想起Luna 并说希望他也享受他在这里的时间 阿谢在吃饭时 拿出从大汉民国带来的泡菜 差点露出马脚 李滚随手翻转包装 虽然瑞联没有看到标签 在大汉民国 新载见了心理医生 但医生拒绝 会均咨询 就给他提供睡眠辅助服务 与此同时 阿谢正在玩弄李滚的富户头盔 李滚告诉阿谢 如果他能解锁曹影的电脑 就给他一个 但是阿谢在第一次尝试后 就解锁了他 李滚之后观看电脑里 他已在大汉帝国游荡的闭路电视 在大汉民国 他已遗憾地注意到 他没有和李滚一起拍过照 画面回忆起他和李滚 讨论关于那个空间 他已无意地提起 在那个空间不会变老的理论 当李滚继续观看闭路电视时 他看到他已路过书店 溜溜球男孩就在外面 当男孩只是镜头时 李滚大吃一惊 天气开始打雷 李滚疼痛地抓住他的肩膀 他重看录像时 那你自信地看到记录日期 2022年5月27日 李滚也意识到 他已当天穿的服装 与闭路电视里的不同 在其他地方 李林的得力助手 向他报告了 辛仔去了正会的儿子的坟墓 他还发现 他已是逮捕室友 并正在寻找他的2G手机的警察 李林称辛仔是他的失误 当时当他的助手 暗示要杀死辛仔和太乙时 李林变得暴力起来 李林命令助手 除了铲除室友以外 其他的不用管 李滚让副队长 调查书店溜溜球男孩 但是没有任何发现 与此同时 唐书出现在那家书店 唐书不经意地问助手 是否他们见过面 助手敷衍地回答 当唐书离开时 助手可疑地看着 那天晚上 时间再次暂停 李滚表示 李林又回到了大汉帝国 李林沿着拥挤的街道走着 听到人们为国王兴奋地尖叫 李滚骑着白马 穿过人群 环绕四周 他们彼此插肩而过 然后停下来 再一次闪回中 李滚意识到 他一直缺少的一块 就是他已提起的 在那个空间不会变老的话 当李林出现在 壁路电视中时 李滚惊恐地站了起来 看起来像是李林 从李滚数十年的 旧记忆中走得出来一样 回到现在 李滚骑向李林 25年来第一次面对对方 李滚推测 这个青春之权 就是李林想找的东西 李滚咆哮着 叫着李林的名字 以上就是永远的君主 第九集的剧情 好奇接下来的剧情 会如何发展 我们一起期待下一集吧 再见